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巡回法庭 在7月13号由陪审团裁判 娇生集团应当赔偿46.9亿美元 给22名患有卵巢癌的女性 她们指控娇生集团出产的婴儿爽身粉等产品 含有致癌的食眠 此次判决相对于陪审团的初次判决 追加了4.1亿美元的赔偿金额 但是22名提出诉讼的女性当中已经有6人死亡 其实一直以来 娇生集团的爽身粉中所添加的华石粉 一直都是极具争议的原料 特别是使用于女性生殖器上 有可能会增加罹患卵巢癌的风险 但是 今日仍无明显的证据能够指出它的影响程度 只能够表示华石粉可能会增加罹患基率 本次诉讼中 22名女性的原告律师表示 娇生公司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 就知道他们的华石粉有失眠污染的问题 却没有针对这一个问题向消费者提出警告 他也另外的呼吁了娇生集团 应该要再进一步造成消费者罹患可怕的疾病 而痛苦死亡之前 尽快的从市场回收华石粉相关的产品 而娇生公司目前也正面临了约9000起 有关该公司高知名度的婴儿爽生粉产品的类似诉讼 娇生公司则否认他们的产品含有失眠 他们坚持地认为 华石粉产品不会导致癌症 娇生集团还补充道 有一些研究证明表示 他们的华石粉产品是安全的 并且对于此次的判决结果 发表了言论 表示说是一个完全不公平的城市所导致的结果 本次的判决是娇生集团产品 在司法制裁中获判的最高额赔偿金 但是过去 也有法庭在再上诉后 推翻原有的判决的先例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李倩瑜整理报道